据报道 知情人士透露 美国情报部门的新冠病毒溯源调查 目前无实质性进展 但美仍打算如期发布报告 美国政府高层认为 调查不是目的 推动调查本身就有意义 对此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在18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 如果报道属实 这就是美方蓄意搞有罪推定的自贡状 美方搞政治操弄的险恶用心 昭然若揭 如果报道属实 这就是美方蓄意搞有罪推定的自贡状 美方在意的并不是事实和真相 而是如何消耗和抹黑中方 美方搞政治操弄的险恶用心 不是昭然若揭吗 美方向重演用一小瓶洗粉 搞栽赃陷害的旧戏码 这蒙骗不了世人 倒是让人越来越怀疑 美方处心积虑 不择手段的抹黑中方 是不是想转移国际社会 对德宝等美方生物实验室的 种种疑点劣迹的关注 美方到底在掩盖什么 赵立坚反问 除了美方一直三尖其口地得保 美国在世界各地还建立了200多个生物实验室 以各种名义开展生物军事化活动 美方对这些事情又作何解释 无论美方如何费尽心思 抹黑 栽赃 都无法消除国际社会 对美国遍布世界的生物实验室的疑虑 如果美方心里没鬼 就应该 坦坦荡荡 邀请世卫组织 去美国开展素颜调查 特别是调查德宝 北卡罗来纳大学 这才是一个真正关心全球溯源的国家 应有的诚意和态度